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油條 郵輪的郵 又有整個月都沒有跟大家說過郵輪業的新聞 而今天就有一個很大量很有趣的郵輪業的新聞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位42歲的女士 由今年6月29日坐在世界卡拉比人旗下的 Mirna of the Sea的時候 很不慎地從10樓下跌下來 幸好當時郵輪已經離開了碼頭 結果她很順利地跌到海裡 最初這件事不是很多人發覺的 幸好郵輪公司立即反應過來 立即找人去研究 聽到這裡就要說一說 2009年到2019年之間 這10年的墮海失蹤統計 這10年裡 郵輪上一共有212人曾經墮海 成功救回只有48人 意思是基本上四分之三墮海事件 都是救不到的 而幸運的是經過一小時的搜狗 船公司成功救回這位女士 在這小時內 基本上全部遊客都在自己的露台上看著搜狗行動 心裡是為這位女士默默祈禱的 畢竟是百年修內同船到 外國人也是明白這道理 這位女士被成功營救那一刻 全算是歡呼聲和掌聲 之後她被送到Curussell醫院的檢查 結果沒有什麼問題 連感冒也沒有 果然身體好 不過有知情人士問了這位女士為何會掉落海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在郵輪上要掉落海 其實真的不容易 我的意思是不小心一下子掉落海 不是自己要跳下去 如果要跳的話 杜拜塔 你也可以想到辦法跳下去 但因為所有欄杆都有一定的高度 就算你想跳 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超越 翻越的跳下去 問題是究竟這位女士喝了多少杯 才會發生這件事 原來結果她是沒有喝的 她失足墮海的原因 原來是為了自己的自拍 一路自拍一路自拍 不小心就拍下海了 我覺得為了一張自拍 你弄成這樣 那算怎樣 算你幸運 說起World Caribbean就順便說了 World Caribbean明年會推出兩艘新船 第一艘是25萬噸 新系列Icon Class的新游輪Icon of the Seeds 這艘船會在2024年1月下水 這艘船的新系列不用說 一定是貴的 所以各位朋友 你不用問我它有沒有特價 它特別貴的價是有 特價要便宜的話 可能要等多一年 而在6月19日 這艘全世界最大的游輪進行試水 雖然這艘船還沒做好 但那艘氣勢真的令人看到已經是高潮 我記得剛剛有個朋友提過我 我還欠一集Icon of the Sea的房間介紹 放心,我一定會做的 而另一艘船叫Utopia of the Sea 就比較上慘了 它是屬於Oasis Class級別的23萬噸的游輪 在明年的7月下水 正所謂既新魚,又何新亮呢? 因為Icon這個新級別新船的出現 好像已經忘記了Utopia of the Sea 何時會下水 我們普通人忘記它就算了,無所謂的 就連Walkyribian 去自己的公司 都將它投行至散 將Utopia 放在行三、四天的巴哈馬行程中 你不如考慮一下 將一隻22萬噸或23萬噸的游輪放在亞洲行走 讓我們亞洲老友的興奮、期待 不用太悶了 待會我和你分享一下亞洲的游輪狀況 你就好好地想清楚 應否應該放在22萬噸的游輪行回亞洲 不然你到時候收拾出行頭就慘了 但現在先說到Celebrity 前周收到消息,Celebrity Beyond取消了2024年全年的欧洲行程 幸好我没卖多少,这次我绝对不头痛 因为它的价钱还没算便宜 不过因为这个举动,Celebrity打破了自己的记录 Celebrity之前从来没试过将一艘船长年留在加纳比海游走而不离开 这次Celebrity Beyond在2024年全年都会留在加纳比海游走 一直在加纳比海游走 为什么呢?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知道在2023年里,所有加纳比海游轮都供不应求 每个价钱都可以叫得挺贵的 而且每个都卖得完 Celebrity真的挺聪明的,闻到味道就马上试转态 而且他现在跟Royal本来都是兄弟班 现在再加纳比海游走到世界卡丽比海游的私人岛 这次有小卡丽比海游的私人岛加持 再加上Celebrity的游轮结合 兄弟班一起上又是另一种感觉 所以另外,他在今个月开始加小费 即是7月 真的不说少 一年加两次小费 我这些工资像你们那样加法真的发达 由今年的7月11日开始 Celebrity的游客就要给更多小费 内仓房、海景房和露台房 就是每日美金18元的小费 又有很多老朋友问我 Concierge和Akrakas究竟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现在要给更多小费 就是美金18.5元每日 而Retheat的货币就不太多 23元每日每日 看来每一间游轮公司 都会在Norwegian的20美元每日 看齐 有钱有时尽早花就好了 不然越不花 那些费带一个袋子 越来越不值钱 有时有人说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而MSC 就会在2024年4月 关闭自己的私人岛一个月 为的是升级和装修自己的私人岛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跟World Caribbean的Coco Cay 去斗一斗 现在每次说游轮的新闻 MSC总有些动作 看来今时今日 MSC已经成为了 游轮业界不可滑绝的一部分 说到MSC 就不得不说一下 它旗下的奢华游轮 Explora journeys 现在暂时他们宣布 就会走两只新船 Explora 1和Explora 2 这两只船都是64000吨 而第一只在2023年7月下水 第二只在2024年8月下水 这条线是主打奢华游轮 10天的行程大概都要8000美金每位 出得来走 它就预计跟SilverSea Vision7C等奢华游轮 差一天左右的长短 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 MSC本身是超低价的路线 而今次推出的Explora journeys 就是走超高价的路线 究竟Explora 1的表现是如何呢? 最近有很多游轮的新闻 令我直接觉得 在硬件和软件方面 都慢慢找到答案了 硬件方面 Explora journeys 和努力士合作 打造一间全世界第一间 海上努力士的中标点 真是厉害 努力士本身这个牌子已经不简单了 带得起努力士的人 从来都不需要用努力去赚钱的人士 官方售价通常1万元的标 往往未炒到2万元才可以买得到 大家想像一下 假设性 假设性这间海上努力士的货是齐全的 你上去买标可以用官方网站的价格 明明出面炒到2万元的标 1万元便可以买得到 10天的行程都是8千元美金 一人买一款 转手再买出去 随时可以免费玩奢华游轮 前提是 海上努力士的货是齐全的 如果你对努力士没有兴趣 也不要紧 Explora journeys 还会和卡地亚和八爵等奢侈品牌合作 而软件方面 他们会和EHL Hospitality Business School 合作 这间是一间很出名的 Hospitality教学学校 在瑞士那里 基本上在这间学校那些 畢业那些 都不需要担心没工作 看来Explora journeys 他们的服务质素 一定是没得谈的 不过有时候 没有工做就有没有工做的烦恼 有工做 老闆不加工资 你就更加烦恼 阿拉斯加有个地方叫Sketway Sketway那里有一条铁路 叫Wide Pass Yukon 过去六个月 工会和政府谈判 一直都搞不定 不过说真的 有哪次工会和政府谈判 是可以搞得定的 工人就决定了 在6月26日 那天 就开始罢工72小时 看看到时候什么情况 再谈判 最近去Sketway坐火车的旅客们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万一真的是Wide Pass Yukon 工人罢工起身 大家要想定第二个选择 看看到时候去哪里玩都可以 在6月5日早上7点23分的时候 有一家专装小船的公司 叫做Uncruiser Rancher 他们旗下有一船 叫Wilderness Discover 当他走过Gracier Bay National Park的时候 突然之间机房着火 幸好的是 其实机房着火真的不值得好 但不幸中之的大幸 应该这么说 这船只不过只有38间房 是一艘1992年制造的游轮 他就算客满也只有76人 而再幸好的是 他这次真的不客满 整艘都只有51个游客 和16个工作人员 而再再幸好一点的话 应该就是 早上9点左右 Princess旗下的Saphir Princess 收到美国海岸防卫队的通知 就马上说到了 当时Saphir Princess 是在一个7天的阿拉斯加 温哥瓦到Anchorwich 北上的行程 刚刚好他就经过Gracier Bay National Park 把这51位游客和16位船员 全部救回 如果让我在这船上 就真的是大领诺 因为我未到9点 我都不会起床 到我醒醒的时候 每个人都上去Saphir 还有鬼人理我 到时间可能要游泳过去才行 好了,最后的时间 就想和Wil 你好好地研究一下 近期亚洲游轮业 究竟密密地发生了什么事 有几个亚洲游轮的新闻 令我感觉自己来到亚洲的游轮 越来越近 之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MSC游轮布里士马 现在是以全亚洲最大游轮的姿态 进入日本 稍后还会玩台湾的市场 看来这船 都会一段时间留在亚洲 而让我欢喜让我优 的Saphirability Millennium 在2024年的时候 全年都会留在亚洲市场 而Saphirability Sorsetic 就会是季度性地走到亚洲地区 我说季度性的意思 即是有三个月或以上 这艘游轮会留在亚洲地区 其他时候就会去其他世界 其他地方 当然不少了 就是全世界的游轮业 最有名的Diamond Princess 这船会在日本走到2024年的9月 而World Carribean 他们只用了Spectrum of the Seas 在新加坡玩到2024年的4月 之后就回到上海找人民币 到12月就回到香港找港元 让我来看看Norwegian的情况 Norwegian Sun和Norwegian Duel 他们这两艘船 都会在2024年季度性地走到亚洲的行程 说起Norwegian 又要说一件事 Norwegian Spirit又吓了我一跳 无端端发了个 notice 说取消了2024年年尾的所有行程 这艘船在2020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Norwegian 用了1亿美元去重新翻新船 翻新了之后 有老友去过 还大赚这艘船 还不错 突然之间取消了所有行程 那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 原因就是台湾的红丝旅游 真是财虹世代 它包起Norwegian Spirit 去基隆和高雄来回 去玩日本和韩国的行程 这一年龄的儿子 还没试过去玩旅行士的包船模式 看来明年有机会去台湾的话 真的要试试它有什么不同 Horland America 2024年就不同了 它用Westadam年初去亚洲 还宣布在2024年到25年的年度 它会停靠49个不同的亚洲城市 10个不同的国家 看来现在亚洲的游轮 真的选择越来越多 就算连我平时很少提到的Costa 他们也派Costa Serena 从今年的秋天开始由台湾出发 看来2023年和2024年 台湾的老友 你们也有不少的选择 最后一样就是中船加连华 它是第一艘游轮是中国制造的 现在已经到达试水的阶段 Adora Magic City 埃达摩都号135,000吨 计划今年年底应该是员工 也可以投入服务 这次是中国游轮业 第一次打造一艘这么大的游轮 实在是可起可可的 所以说 Walkrapion一直收拾了 22万吨级别的游轮 只是让它走加纳比海和欧洲 一直是这样的话 如果说下去 亚洲的老友 把住业放在其他游轮公司身上 坦白说 也很开心 亚洲游轮市场 慢慢受到世界游轮业的重视 因为只要有不断的船 有新的游轮涌入亚洲的话 有竞争就会有进步 到时候就会越来越多好船 再开过来 市场才会越来越不断增大 作为一个游轮人 我经常觉得 亚洲的行程 真的很好玩 十分之好玩 不过其实很可惜 一直以国际游轮来说 它都是在走季节性地走 希望有一天 亚洲游轮会有 越来越多航线 和越来越多船 给大家去选择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吧 拜拜 by bwd6